在出了《鸾光辉》这件事情之后 崔雅云对玄剑宗内部更加的不信任 谁也不知道玄剑宗内 究竟还潜伏着血沙宗的多少奸细 楚剑秋表现出的潜力越大 恐怕血沙宗越会不计代价的想要除掉他 楚剑秋自然也明白崔雅云的用心良苦 崔雅云能够帮他遮掩过去这事 他自然也是求之不得 左秋文 丽元清和唐玉山等人 很快便来到了思云亚 左秋文看了看那座倒塌的山峰 对崔雅云道 四十枚 发生什么事了 崔雅云指的指楚剑秋 淡然道 没什么 刚才我在指导他的宪法 不小心之下把那山峰给劈倒了 倒是惊扰各位师兄了 左秋文见到楚剑秋那浑身是血的凄惨模样 忍不住开口劝道 四十枚也不要对楚师纸逼得太紧 楚师纸其实已经做得够好了 崔雅云淡淡地道 静姐学位不行就该好好的在风里面待着 但是学位不行却还喜欢逞强 欣泽秘境都敢闯 我可不想他下次出去 死在血沙宗弟子的手上 听到崔雅云这话 众人都不由有几分尴尬 因为这次欣泽秘境的行动之中 第四封除了洛芷云在闭关 其余两个弟子全都进入了欣泽秘境 反观其他各封 除了第七封的唐宁星也进去了之外 其余六封皆没有侵传弟子进去 左丘文干咳了两声 强笑道 既然是四十妹再教导弟子 我们就不打扰了 说着拱了拱手 欲空离去 其他各封的封主也都告辞离开 此时左丘连主和洛芷云 也早就听到动静赶了过来 洛芷云也害怕了 但是左丘连主却只知道 刚才楚剑秋是在练剑来着 加上他对楚剑秋的了解 已经猜出刚才的动静 十有八九是楚剑秋弄出来的 此时见到师父和楚剑秋 合起来演戏 左丘连主脸上 不又露出几分古怪的神色 想不到师父居然 也有这么喜欢玩闹的一面 既然师父不想别人知道这件事情 左丘连主自然也不会去拆穿 只是他此时心中 却就充满了好奇 楚剑秋究竟弄了什么东西 全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出来 等到众人离开 崔亚云看了看三人道 今天的事情 你们要严守秘密 不许说出去 剑秋 你随我过来 说着 玉空回到了丰顶的大殿 楚剑秋闻眼 也只好跟了过去 回到丰顶的大殿中 崔亚云看着楚剑秋询问道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给维师详细说一下 楚剑秋也没有隐瞒 便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说了出来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 楚剑秋已经知道 崔亚云是真心对自己好 是值得信赖之人 除了最核心的混沌天地诀 不能对崔亚云说之外 其他事情 楚剑秋都不想对崔亚云刻意隐瞒 而且有很多事情告诉崔亚云 由了崔亚云帮忙遮掩 反而能够更好地 把自己的一些手段隐藏下来 崔亚云接过楚剑秋 递过来的灌石宫和穿云剑 细细观察了一番 上面鸣刻的符纹 心中不有一阵动容 虽然他对炼器 以及符纹之道 了解得并不深 但是以他高深的境界修为 却依然能够轻易看出 这些符纹的不凡之处 这灌石宫和穿云剑 虽然是按照 玄剑宗藏金阁中那本 炼器钥纸来打造炼制 但是上面所鸣刻的那些符纹 却明显更加的悬傲高深 远非炼器钥纸上所载的 灌石宫和穿云剑上的符纹可比 虽然这两件法宝 也同样是三阶下品法宝 但是威力 却远非炼器钥纸上的 灌石宫和穿云剑可比 这两件法宝的融合 再加上万象手套的加持 结合霹雳服和增力服 各种因素的配合 在一瞬间所爆发出的威力 的确惊人 楚剑丘 居然能够想出这样一个使用方法 确实是一个极为惊艳的想法 当然 这一个想法的实现 也离非开楚剑丘 各种各样 异乎寻常的能力 高深的扶阵造诣和高超的炼器水平 如果这一套的法宝符纹 能够在玄剑宗推广开来 玄剑宗的实力将会得到一个极为巨大的飞跃 以后在与血沙宗的交手之中 拥有这么一套法宝符纹的玄剑宗弟子 要想拘杀血沙宗弟子 简直是易如反掌 这样一来 玄剑宗与血沙宗的形式 必然会逆转过来 以前相同境界的玄剑宗弟子 根本不是血沙宗弟子的对手 一旦玄剑宗弟子 装备了这样的一套法宝符纹 不要说是面对同境界的血沙宗弟子 即使是月井杀敌 也并非是一件难事 不过这一套法宝符纹 虽然威力巨大 但是消耗也不小 一件射出 就是一件三阶下品法宝 加一道三阶符纹 即使穿云件是按照 最廉价的三阶下品法宝的价额来算 要价值十万点的贡献值 而那道三阶灵符霹符 价值也至少在两万点贡献值以上 按照这个算法 这一件射出 就是十二万点贡献值 消耗不可谓不大 也只有楚剑秋这样的土豪 才用得起这样的装备 换作其他弟子 根本不可能舍得花费 这么大量的贡献值 来使用这种装备 这一件射出 所有的积蓄 就全都没了 而且楚剑秋目前 实力尚弱 崔亚云并不想这个方法 过早地暴露出去 等到楚剑秋成长到 实力足以自保时 再把这个方法拿出来也不迟 楚剑秋拿着一身的法宝装备 回到自己的住所中 看着手中的这些法宝 楚剑秋在思量着 怎么把这些东西 转化为自己的杀手锏 既然发现了这么一个大杀器 楚剑秋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这东西利用得好 可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杀手锏 楚剑秋打算 先打造个十几二十只穿云剑再说 毕竟这些东西都是消耗比 射出一只就少一只 要想把它作为杀手锏来使用 自然数量不能太少 十几只穿云剑 虽然价值一百多万的贡献值 但是楚剑秋自己炼制 当然消耗不了这么多贡献值 按照他的打造成本 一只穿云剑的打造成本 也就五千点贡献值左右 二十只的成本 也就十万点贡献值 楚剑秋虽然之前 在珍宝阁和藏金阁中 花费了上百万的贡献值 但却也还剩下一百多万 十万点贡献值 根本就不在话下 况且他这里 都还有二十件的二阶法宝 这些也可以兑换不少的贡献值 楚剑秋拿着一个大包裹 把那二十件二阶法宝 打包背着 前往珍宝阁 在珍宝阁外面 楚剑秋远远地看到 几道熟悉的身影 一边是他许久不曾见面的 弗令雪 以及婉秀英和谭忧欣等人 一边则是赵高驰等人 对于婉秀英还活着 楚剑秋并不奇怪 当时在玄龙山分别之时 他可是给了他大令的灵符 只要不是遇到 像楼叶梦那等强大的敌人 他都可保无语 但是对赵高驰 居然也活了下来 楚剑秋却就有几分惊奇 连严俊碧都死在了心色秘境之中 他居然反而活了下来 此时在赵高驰身边 除了一堆根班小弟 还有一名化海境强者 福令雪 灵霄公子看上你 让你做侍女 这是你天大的福分 现在连我们的副社长 都亲自来请你 已经给足了你面子 可别给脸不要脸 赵高驰盯着那柔弱的少女 冷笑道 福令雪在强大的逼迫之下 却丝毫没有妥协 柔弱的小脸上满是倔强 赵高驰 你可不要乱来 福师妹可是属建秋师弟的人 你可要想清楚后果了 婉秀莹喝道 虽然她此时已经被打成重伤 口中流出的鲜血染红了衣衫 但是却依然顽强地 要阻止赵高驰的行动 赵高驰文言脸上顿时变色 她可是亲眼见识过 楚建秋的厉害 此时听说 福令雪居然是楚建秋的人 瞬间心中就犹豫了起来 楚建秋算什么东西 也能够与我们社长相比 那华海景青年皱了皱眉 冷哼了一声道 对于楚建秋 在心泽密境中的事迹 他自然也听说过 但是心中却是不以为然 总感觉那些人有些夸大其词了 一群真气净的蝼蚁 就算再怎么折腾 又能够折腾出多大的动静出来 五星兄 既然福师妹不愿意 你们又何必强求呢 冯水兄已经有足够多的侍女了 何必在意福师妹这么一个 谭忧心此时也出声道 对于灵霄社的人 谭忧心还是不愿过多地得罪 因为灵霄社的背景太深 即使她是白凤社的重要成员 若是把灵霄社得罪死了 估计白凤社也不会为了她出面 去和灵霄社对抗 到时候恐怕连她自身都难保 那华海景青年 吴兴修 冷冷地瞥了谭忧心一眼 冷然道 我灵霄社行事 何时轮到你们白凤社来插手 若非是看在杨白凤和严师弟的面子上 我们社长对谭师妹也很有兴趣 只可惜现在严师弟 已经死在了心泽密尽 或许社长会重新考虑一下谭师妹 当然 以谭师妹的修为资质 社长不会只让谭师妹当一个侍女 谭忧心闻言 心中留意寒 脸上一片煞白 如果冯凌霄真的盯上了自己 那可真是一个巨大的麻烦 若是白凤社不为自己出面 恐怕最终自己也将难逃冯凌霄的魔爪 吴兴修不再理会谈由心 挥了挥手道 带走 在吴兴修这一声令下 他身边的那些随从立即走上前来 要勤拿弗凌雪 弗凌雪却没有束手就擒的意思 刷的一声拔出了长剑 既然打不过 那就自我了结算了 绝对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受这等屈辱 众人谁都想不到 这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少女如此性恋 事发突然 眼睁睁地看着那把长剑 割向那雪白的镜像 却都来不及阻止 但是那长剑 却最终没有落在那雪白修长的脖子上 弗凌雪那持剑的手 被一只有力的手掌握住 丝毫动弹不得 此时一道温和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响起 什么事情如此想不开 一切有我呢 弗凌雪听到这声音 全身顿时矩震 转过头来 见到那一张久违的温和面孔 泪水瞬间就涌了出来 此时她再也忍不住 直接扑入了楚剑秋的怀中 紧紧地抱住楚剑秋 楚剑秋不由一阵无奈 她之所以不太愿意见弗凌雪 就是因为弗凌雪 对她的心思太过明显 而她又不想在这些事情上太过分析 她本以为 在自己的身份的庇护之下 弗凌雪应该不至于会出什么意外 但是却想不到 却还是有人在打她的主意 哪里来的废物 全胆敢插出我们灵霄社的事情 把她给我废了 吴兴修见到这一幕 墓中闪过一抹寒光 冷冷得到 虽然她对楚剑秋的行为大为恼火 但是依然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 下令击杀楚剑秋 无论他们闹得多么大 只要不死人 他们灵霄社都有办法掩盖过去 但是一旦出了人命 这事情的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虽然他们在暗中 也没有少干那种阿扎事 但那毕竟是暗中干的 可以让那些生死的弟子看起来像是死于各种意外 但是大庭广众之下 明目张胆的杀人 即使他们灵霄社背景通天 也没有嚣张到这个地步 但是把人废掉 这事儿就轻得多 上面那层高层的老不死 还不至于为了一个区区真气井六重的废物 去追究他们灵霄社 即使是绿堂那些人 也会卖他们灵霄社一个面子 毕竟社长冯灵霄和绿堂首座私风破的私交不错 那两名随从文言 立刻对楚建秋动手 这两人都是真气井九重的修位 有他们出手 对付楚建秋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不过 这只是吴兴修 以及那些没有见过楚建秋的人的想法 像婉修英 谭忧心和赵高尺这些亲眼见识过楚建秋实力的人 已经可以预料得到那两名弟子的下场 楚建秋一手扭着拂令血 另一只手轻轻一推 那两名真气井九重的弟子 立即向败迅一弹飞了出去 毫无抵抗之力 吴兴修健壮 心中大吃一惊 脸色凝重的道 你究竟是谁 此时他已经隐隐猜到了眼前这少年的身份 因为在玄剑宗内 能够如此轻松跃行杀敌的人 只有那个传得沸沸扬扬的楚建秋 本来他心中对那些传得神乎其神的传闻 心中很是不以为然 但是今天一见之下 才发现楚建秋的实力之强大 比起传闻有过之而无不及 楚建秋淡淡地道 回去告诉冯灵孝 这笔账我记下了 等哪天我高兴了 再向他讨回来 你是楚建秋 吴兴修脸色阴沉地倒 滚 楚建秋不再与他废话 一声冷喝 与这种人多说一句话 楚建秋都觉得辱没了自己的身份 你 吴兴修顿时大怒 险些忍不住就要对楚建秋动手 但是最终横梁再三之下 还是忍了下来 楚建秋毕竟不是普通的弟子 而是第四封的清传弟子 若是今天打伤了他 以第四封护短的形式风格 他的下场必然不会好顾 而且以楚建秋刚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他就算动手 能不能打得过都还两说 吴兴修知道 今天由楚建秋出手 他们不可能得逞 最终阴沉着脸喝了声 走 带着那一群随从弟子 灰溜溜地走了 赵高迟在楚建秋出现后 自始至终都低着头 一声都不敢吭 直到此刻 吴兴修下来撤退 这才松了口气 经历过心泽秘境的事情之后 赵高迟对楚建秋的畏惧 深入到骨髓里面 别看楚建秋表面上 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真的动起手来 半点也不会容器 在心泽秘境之中 此在楚建秋手中的 血沙宗弟子不计其数 等到吴兴修等人离开 弗令雪这才意识到中围的人 想起自己刚才的举动 脸色不由异红 在众人似笑非笑的戏年目光中 连猛从楚建秋的怀中出来 楚建秋与众人寒暄了一番 经历过此事之后 他决定让弗令雪 住到帝私封上去 免得再发生 像今天这样的事情 不过对于弗令雪 以什么名义 住到帝私封上 却令他颇为头疼 对于玄剑七封 能够在上面居住的人 除了亲传弟子之外 要么是杂役弟子 要么是亲传弟子的侍从 但是杂役弟子 在玄剑七封上的行动 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 而且地位极为低下 楚建秋自然不可能 让弗令雪作为杂役弟子 住到弟子封上 而以弗令雪的资质和修为 崔亚云也不太可能 说他为亲传弟子 或许等到弗令雪 成为华海境舞者 或许还有几分可能 而楚建秋也不太想 因为自己的私事 而去麻烦崔亚云 所以弗令雪 要想住到第四封上去 几乎只剩下一条路 那就是成为他的侍女 楚建秋想到这事 就是一阵头疼 如果把这想法告诉弗令雪 又不知道他会不会 产生什么误会 而且到时候 要在这件事情上 搞定左修联储 也是一件大麻烦 楚建秋思索了两久 最终感觉 还是走一步算一步 直接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弗令雪 弗令雪闻眼 眼神中流露出 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 居然能够有这么一天 他对楚建秋 早就倾慕已久 只不过两人 无论资质 地位 还是修为 都相差太大 对于这件事情 他也只能是想想而已 根本就不奢望能够实现 但想不到今天发生的事情 全令他因祸得福 终于能够实现 心中的梦想 如果能够让他 待在楚建秋的身边 他才不在乎 身份上的问题 楚建秋见到他 待愣了两久 以为弗令雪不愿意 接受侍女的身份 便道 你如果不愿意 那就算了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弗令雪连忙 点头答应道 我愿意 我愿意 这种他求之不得的事情 他又岂会不愿意 谭忧欣和婉秀英 在一旁 看着这一幕 眼中都不有 透露出羡慕的人色 如果楚建秋 能够招收他们为侍女 他们都会 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楚建秋可不是 冯灵霄这种人 冯灵霄招收的侍女 只是拿来玩怒 根本就不把他们当人看 但是在曾经与楚建秋 同生共死之后 他们对楚建秋的性情 也并不陌生 楚建秋在心泽密情中 那些表现 都可以看出 楚建秋是一个 重情重义 值得托付生死之人 至于成为 楚建秋的侍女之后 会不会受到 楚建秋的侵犯 他们根本就没有 这方面的考虑 不要说楚建秋 根本就不是一个 好色之人 而且就算 楚建秋想要 他们也愿意 自见诊习 能够把自己的身子 交给这样的男人 他们都是心甘情愿 不过可惜的是 即使他们想这样 楚建秋也不会接受 在第四封上 与左丘连出这样的美人 朝夕相对 楚建秋尚且没有动心 更何况这些关系 只算平平的女子 楚建秋看了看众人 想了想 把背上那个大包袱 截了下来 打开包袱 从中挑出了三件法宝 把其余的法宝 都交给了谭优欣 和婉秀英两人 道 两位今天对 服侍妹的帮助 我记下了 以后两位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可以随时到第四封 来找我 这些法宝 算是对两位的 一点心意 谭优欣和婉秀英 见到那个大袋中 琳琅满目的法宝 心中吃惊飞笑 这些法宝 大多数全都是 二阶极品法宝 剩下的那些 也都是 二阶上品法宝 谭优欣花费了 无数的积蓄 才好不容易 兑换一件 二阶极品法宝 而婉秀英此时用的 更是只有一件 二阶中品法宝 就连二阶上品法宝 她都不敢奢望 更何况是这些 二阶极品法宝 这些都是给我们的 谭优欣咽了眼口水 吃惊得到 楚剑就点了点头道 不错 这全当是我代表 夫师妹 对两位的一点谢礼 谭优欣虽然 对这些法宝 也很是眼馋 但是最终 还是连连摆手道 这些礼物 太过贵重了 楚师弟 还是收回去吧 再说 我们刚才 也并没有帮上 多大的忙 楚剑就微笑道 谭师姐真是嫌弃 我这礼物 太过寒酸 才不肯收下 看来 我这诚意不够 还需要回去 想想办法补上了 谭优欣文言 会有苦笑一声 楚剑就既然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他也只好和婉修英 一起收下这笔 价值极为不菲的法宝 有了这一大堆 珍贵的法宝 想来他在白碰式的地位 会大大提高 社长杨白凤 也会更加维护他 经过这件事之后 谭优欣也把婉修英 引进了白凤社 以便彼此之间 有个照应 楚剑就用了 十数万点贡献值 从珍宝阁中 兑换出大量的珍贵灵矿 以及制服材料 这些都是 炼制穿云剑 与霹雳服的材料 等到兑换完了 这些材料之后 楚剑就便和福令学 一起回到他的住处 让他收拾了一番 和自己一起返回第四方 左丘连处站在大殿的屋顶上 远远见到 楚剑就回来 心中顿时一喜 但是随即见到 楚剑就身旁跟着的少女 脸上的喜色 瞬间凝固 等到楚剑就领着那少女 来到大殿前 左丘连处 从大殿屋顶上跳了下来 指了指 福令学 对楚剑秋道 小师弟 这是怎么回事 楚剑秋小心翼翼地陪笑道 这是我的侍女 左丘连处闻眼 顿时大怒 指着楚剑秋喝道 楚剑秋 你好大的胆子 刚刚有了大师姐 就敢在外面 沾花惹草 楚剑就见到 她脸色都轻了 知道她这回 是真的生气了 连忙解释道 二师姐 你别误会 事情是这样的 接着便把事情的 来龙去脉 说了一遍 左丘连处听完 脸色虽然缓和下来 但是气却没有全消 看了看站在一旁 怯生生的福令学 心中很是不爽 虽然她对福令学的遭遇 也是颇为同情 若是她遇到这样的事情 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但是只要一想到 福令学今后 和楚剑秋朝夕相伴 左丘连处心中 就极端的不爽 楚剑秋也很是无语 他虽然意料到 左丘连处可能会不高兴 但是这反应也太大了吧 左丘连处看了看福令学 忽然眼珠子一转 一把拉过福令学 对楚剑秋道 你不是想要他 住到我们风上来吗 让他做我的侍女就好了 福令学看了看左丘连处 又看了看楚剑秋 脸上露出为难之色 他对左丘连处并不了解 也不知道左丘连处 好不好相处 会不会刻意刁难他 此时 洛指云听到争吵 也从大殿里面走了出来 看着楚剑秋等人 皱了皱眉头道 你们在吵什么啊 左丘连处见到洛指云 气势更是涨了几分 指着楚剑秋道 大师姐 你来得正好 这家伙 有了你还不满足 这就跑到外面 沾坏惹草去了 这不 还把人带到我们风上来了 骆指云听完 心中也不由升起 几分不舒服 虽然他只是表面上假意 称楚剑秋是自己的道理 但是见到楚剑秋 和别的女子在一起 还是忍不住 有点不爽 冷哼了一声道 本来还以为 你和其他男人 有什么不同 想不得 还是一路货色 说着 拂袖返回屋内 楚剑秋不由 一阵无语 干脆不再去争辩 直接拉起 弗令许的手 走回自己的大殿内 左丘连主 不由一阵惊 急道 你这是干什么 那是你的房间 楚剑秋面无表情地道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那他不住 我的房间住哪里 说着 不再理会 左丘连主 拉着弗令许 进入那大殿中 左丘连主 见到这一幕 不由 又气又挤地 跺了跺脚 摇了摇嘴唇 气呼呼地 跑回自己的房间里面 喷的一声 关上了房门 弗令许被 楚剑秋 拉着进入房间里面 心中不有一阵慌乱 心头如小鹿乱撞一般 喷喷乱跳 楚剑秋拉着他 进入大殿中 推开了一个房间的房门 对弗令许道 以后 你就住在这里了 我就住在 另一边的房间中 有什么事情 可以随时过来找我 楚剑秋说完 便自顾自地走了 他的房间 于弗令许的房间之间 隔了中间一个 巨大的厅堂 即使同住一处 也不至于对彼此 造成很大的干扰 弗令许正心头慌乱地 准备迎接 楚剑秋接下来的亲密举动 却见到楚剑秋 就这样走了 顿时 不如一愣 心中松了口气的同时 却又不由一阵失望 楚剑秋回到房间里面 细细想了一下 今天的事情 立即发现 此事的蹊跷 再回到风上 见到左丘莲珠 和洛指云的反应时 楚剑秋就已经发觉了 事情的不对劲 弗令许虽然长得容颜秀丽 但是却并没有达到 倾国倾城的地步 与洛指云和左丘莲珠这种 容颜绝代的大美人相比 毕竟还是逊色一丑 而且弗令许的资质和胸伪 也不算出众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 都不应该吸引到 冯灵霄的注意 而灵霄设的人 不早不晚 却恰好在自己 下第四封的时候 找上弗令学 如此恰到好处的巧合 这明显是想让自己 把弗令学带在身边 而这个时间 却正好是在 洛指云对外宣称自己 是他道旅的不久之后 如果自己和洛指云 是真的结为了道旅 而自己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找了个侍女回来 势必会令洛指云很不爽 从而挑拨激化自己和洛指云之间的矛盾 此人背后的用心 已然昭然若揭 费了这么大的一番功夫 目的就是离见自己和洛指云之间的感情 而玄剑宗最对洛指云心怀不轨的人 不外乎就是首封的清传大弟子古梁洪 那天他在第四封不甘地离去时 楚剑秋就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 想不到这么快就开始动手 而且手段还这么龌龊下作 如果自己那天没有及时赶到的话 估计弗令学就要落入冯灵霄的手中 一旦弗令学被冯灵霄糟蹋 以自己的性格 势必要和冯灵霄不死不休 所以这件事情 无论诚与不诚 都会大大的恶心到自己 楚剑秋目光中 别流露出几分等意 古梁洪居然敢对自己做出这种事情 他就要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代价 如果古梁洪只是针对他楚剑秋 无论下手如何 他也都认了 毕竟自己在洛指云这件事情上 做得也不算地道 但是如果因为两人之间的恩怨 却波及无辜 这却是楚剑秋所无法忍受的事情 楚剑秋心中冷笑不已 古梁洪费了这么大的功夫 最终恐怕只是 竹篮打水一场空 半点用处都没有 因为自己和洛指云之间 根本不是真正的道理 只不过是表面上做嘴样子而已 福令雪对他与洛指云之间的关系 又岂会造成影响 楚剑秋很快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抛过一边 钻进练剑室内 开始专心练剑 穿云剑 玄剑宗的内门别院 一处豪华无比的大宅子中 吴兴修和赵高迟等人低着头 目不斜视地禀报着事情 在大厅之中 十数名一丝不挂的少女 正在和一名青年嬉戏着 场面之会卵不堪入目 这青年证实内门之中 鼎鼎大名的冯玲霄 冯玲霄听到吴兴修的禀报 一把推开 扶在他身上的美貌少女 梅雨一沉道 你说什么 那少女和楚剑秋有关 吴兴修低着头道 是 冯玲霄寻饮了一阵 冷笑一声道 古梁红真是好算计 只是我冯玲霄 是这么好利用的吗 听到扶令雪 和楚剑秋之间的关系 冯玲霄瞬间就明白了 古梁红的用心 不过还好 扶令雪没有出什么事 如果扶令雪来到了这里 甚至因为不堪忍受凌辱而死 那她可就麻烦了 以她的修为 自然不会惧怕楚剑秋 但是对于楚剑秋身后的第四封 心中确实极为忌惮 那就是一群疯子 根本就不会管她的背景深不深 惹到了他们 恐怕会被他们直接一剑批了 在来玄剑宗之前 族中老祖特意叮嘱 在玄剑宗 谁都可以不用在意 但是唯一不能惹的就是第四封 因为一旦被他们批了 就算事后族中老祖 为她报仇 也救不回她的性命了 冯灵霄在玄剑宗内 虽然形势看似肆无忌惮 但是对于一些底线 她还是不会去碰 她虽然胁迫了很多 玄剑宗内的少女 成为她的侍女 供她玩乐 但是这些少女 却不会是天资最顶尖的那些 而且对于玄剑宗内 其他势力看重的少女 她也会给个面子 不会去碰 至于第四封的人 她使能够绕开 就尽量不去和他们之间产生交集 她知道崔雅云 其实看自己不顺眼已经很久了 若非是因为自己 背后的宗族势力太大 她不想给玄剑宗招惹太大的麻烦 恐怕她早就一剑 劈了自己 如果自己再去主动招惹她第四封 恐怕那一道惊天的剑气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降临到这处宅院中来 冯凌霄吩咐吴兴修等人道 以后对白凤社的人 就飙去招惹了 告诉古良红 他欠我冯凌霄一笔账 失去的 自己寻几个美人补偿给我 不然等到我主动去找他要账时 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吴兴修等人 功声应了声势 便告退下去 对于屋内的倚敏风光 始终不敢抬头看一眼 因为上次敢这么做的人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左丘连竹的那处大殿之中 刚刚关闭没多久 便又打了开来 左丘连竹探头探脑地 从里面走了出来 悄悄地走到 楚建丘这边的大殿中来 推开门 偷偷溜了进去 左丘连竹 捏手捏脚地 在大殿中转了一圈 最后见到福令雪 在一个房间中 整理收拾着 这个房间 离楚建丘的寝室 还隔着好大一段距离 左丘连竹 这才松了口气 看来自己 白担心了一场 还以为楚建丘 真的拉着福令雪 在他的房间内 干那见不得人的事情 福令雪 见到房间外面的 左丘连竹 停下了手中动作 怯声声地叫了声 左丘师姐 他对于左丘连竹 还是有几分畏惧 毕竟 左丘连竹声名在外 刚才又对他表现出 那么明显的敌意 他还不知道 左丘连竹 要怎么对付自己呢 左丘连竹冷哼一声 那精致好看的下巴一翘 湿湿然走了开去 他就算心中不满 顶多也只是 和楚建丘硬刚 还不止于 拿他这个小侍女来除气 看到左丘连竹走开 福令雪 才微微松了口气 打量着他这个新的住所 心中很是满足 楚建丘把福令雪 领回来之后 就没有再去理会他 一直闭关 打造着穿云剑 至于福令雪 会不会受到 左丘连竹和洛指云的刁难 楚建丘根本就不担心 以左丘连竹的性格 就算心中有气 也只会冲着自己来 绝对不会去为难福令雪 至于洛指云 更不会这么闲